請問一下部長好不好 部長 這很辛苦啦 我想我上次也說過 大家所有部位首長裡面 有一個位置是 沒有一個立委敢幹的啦 就是 陳主席陳昭偉當過 而你現在正在當這個位置 謝謝 外交部長誰來當 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啦 不過我說實話 這個 我以前 我立法院當了五屆 其實 不是我們在執政的 國民黨執政的年代 我都很少在批評外交部 因為外交難為嘛 你國家有多大的實力 你在國際社會就享有多少個地位嘛 我們的實力就這麼大 這是沒有辦法的 然後中共又百般打壓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大家 敵開同仇 來支持外交部 而不是 一直修理 拼命修理外交部 你讓自己人 謝自己的氣啊 是沒有用的嘛 謝謝委員 而且至少你說 我對我們現在的外交的成果 滿不滿意 不可能滿意嘛 沒有人會滿意 我相信你也不會滿意嘛 你也希望有更好的成果嘛 一點不錯 問題就是沒有辦法嘛 所以我 但是呢 我總覺得說 我願意多給一些鼓勵 那至少目前來說 我們不再有人給我們斷交了嘛 是不是 所以民進黨的朋友 每天修理 現在的外交政策的時候 我就請問一下 啊你們執政的時候 斷交了這麼多的國家 啊自己會不會不好意思 就這樣子啊 啊你說現在至少 沒有八牛這樣的一個醜案出來嘛 當然我要講這個跟 跟陳唐山陳委員 當時也不是他當外交部長啊 他當外交部長如果一直做到 可能還當時不會有這麼多問題啊 那我說真的 你八牛不僅是沒有得到成果 還讓我們所有人都丟臉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現在多鼓勵一下外交部 總比不斷的批評到 很多有志青年都不敢到外交部服務 因為只要看到外交部長 每天在第二張修理 他想我的目標就是當外交部長 然後我當上有一天在立法院被修理 那所以還願意到外交部去 你最後的結果 結果就在立法院站在那邊被修理嘛 不就這樣子嘛 是不是 不過的確喔 剛剛蔡委員講的是喔 其實我們很多委員在這裡 都有一些同感 這也不能怪你 就是說我們住外的外館的這個經費 真的 真的不足齁 然後我讓他們住的房子 越離市中心越來越遠 這的確是個大問題 我看我 我這邊列了一張錶齁 這給你們人事處啊 去要了這個錶 這從九十九年到現在 那招搶劫 招武裝搶劫 而且受傷的 整個列列張錶下來 看起來最嚴重的是中南美洲 是 中南美洲 一共有二十四艦 非洲也有十五艦 看起來歐洲是只有兩艦 那其他地方看起來都還好 東南亞當然有七艦 這些東西是不是一定跟住的 住的地方 是不是有關係 我想除了住的地方 地點有關係以外 那個地區那個國家大概也有關係 有的國家就是很亂嘛 所以拉丁美洲整個來看就是比較亂的地方嘛 所以大家出問題的概率就比較高 可是的確我們的房租的那個補助網 真的很有問題 你看這個地方 我也是給你們要的資料 因為我已經注意這個問題 類似的一題我已經質詢很多次了 不是因為除了這個事我才來直選 你看紐約地區房租補助費的上限 是一千八百八十一塊 我現在在紐約 你在一個月要這樣子 要一千八百八十一塊要租個房子 大概是蠻難的 在Virginia大概就是 North Virginia就已經不容易了 更不要說在紐約了 當地的合理的房租的這個水準是三千一百塊錢 所以你看整整自己要貼一千兩百一十九塊 洛杉磯 波士頓 舊金山 多米尼加 你看你要貼三百一十塊一斤 所以這個行政院一直沒有讓外交部來調整這個租外人員的 這樣的一個房租的補助啊 是很錯誤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強烈的這個要求 這個政府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啦 那最主要 你不如又馬而匪又馬而不吃草嘛 你要讓外交人員沒有後顧之憂嘛 對不對 謝謝委員 我提到這個事情 我真的會為我們 自外人員這個感到這個高興 有委員這麼一個這個立場跟這個態度 我會繼續向政府來爭取這個提升我們自外同仁的這個房租補助 跟地域加急 事實上最近這個月就在這個月四月 我也曾經向行政院提出 但是因為這個整體國家財政的狀況啊 這個所獲得的答案是反應 但是我們會繼續的 我們會很務實的來檢討 有些地方可以增加 有些地方可以減少 我們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會繼續這個像 我們也會採取一些行動 來告訴行政院 謝謝 因為審計部在99年7月公佈那個98年決算報告 我們拿出來看了一下 他講 這個外交部近10年房租補助費 僅在民國94年調整一次 然後其中像倫敦莫斯科這些都市 已經超過10年沒有做調整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到了一個必須調整 而且要大幅調整的時候啊 我看了一下我們這個 按照外交部跟行政院的建議 我們住多米尼加人員的房租的補助費 調幅是百分之八點九嘛 百分之八點九嘛 然後行政院 行政院也沒有接受嘛 也沒有支持嘛 對不對 沒有 是不是 當然不能說 這個哪一位這個外交部的這個租外人員 在哪裡遇害 就一定是因為 房租沒有補助 所以他就遇害 我在治安再好的地方 我想都會出問題 台北市的治安非常好 你知道有一次 有外國的駐台灣的人員 我想部長你大家曉得 就在街上被打 就有過啊 也有被搶的紀錄啊 也不是沒有啦 所以 所以 雖然我們覺得台北的治安很棒 也是會有 但是呢 你就撇開安全不講 以方便性來說 舒適性來講 你也是應該要 與時俱增嘛 這個這個房租的補助嘛 對不對 而且這裡面還有教育費的補助也是一樣 我在這邊質詢過 上一屆的時候 我拿了越南的 大概是國際學校的這個補助的標準 那其他 念美國學校更不用講 在別的國家 你這樣子叫外交人員說 我很愛國 沒有問題 可是我去上班 我還要自己去貼檢 讓我孩子去念美國學校 因為很多地方 他一定要念美國學校 因為他未來 他不可能長期住在那個 住在地繼續住下去嘛 那個人要是講西班牙文的 可能講其他語言的嘛 就知道 送來今天美國學校嘛 是 我覺得像這種補貼 都應該豐厚一點 另外像房租也是一樣 我自己在哪 腰包出來 再去貼房 做房補費 我認為這個都不太對的啦 好不好 我覺得部長有些時候 當政務官的人 就是要大聲的告訴行政員說 我要求的就是這樣 你如果不能 沒有辦法答應我 我就寫詞 是 就是這樣子啊 我認為就是這樣 是 但我沒有辦法 我的政治理念 跟你執政當局政治理念不同 或者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這種 我對我部署 照顧了一個這樣的建議案 你都不接受 那我就走嘛 我不是鼓勵你走啊 我不希望你走 你每天工作到十一點啦 我對你的行動打聽得很清楚啊 你三天半夜才回家 只是在台北 所以你安全沒有問題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是 你做得這麼好 做得這麼辛苦 行政院如果完全都不支持的話 你要給他們去下馬威啊 告訴他們 你這樣子我做不下去啊 對不對 而且你把這個數字 我會繼續 我會繼續 你把我這個這個 剛才那個治安的 在外面的這些 被搶 這個這個 被 被切的這些數字 你哪個行政院看啊 你說我現在怎麼辦呢 你後天來就立法人被罵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的 謝謝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 另外就是說 提到那個 我們現在住那個 德里波里 就利比亞 上方代表自由問題 我知道你們最近有人員剛回來 因為這個是我們在這個 北非地區 大概是唯一的管處吧 是 對不對 而且要管的地方這麼大 有摩洛哥 有利比亞 阿爾及利亞 突尼西亞 還有埃及耶 人口高達1億7千萬 那你現在在利比亞 這個現在我們住在那邊呢 代表出那個辦公室究竟如何 有沒有辦法方選 跟委員報告 從去年初 利比亞發生這個 茉莉花革命所波及的一些動亂以後啊 我們人員在那邊的安全 事實上有問題 很多國家都已經撤離他們的這個 大使館代表處 我們也在那個時候 把我們的人員撤出 暫時的停止運作 但是我們最近也曾經有同事 請同事過去了解當地的情形 究竟了解 那麼我們也在思考 什麼一個合適的時間 再把人員這個派過去 主要的是強化跟當地的這個實質關係 我們會隨時注意情勢的發展 適時的派人員回去 對 就是說這個 這個地方要多用一些心力了 因為這麼大的一塊地方 如果連一個辦公室都沒有的話 那我們的一些僑民 或是一些的商業的活動啊 台商啊 就完全沒有辦法協助嘛 光是要簽證 不知道怎麼簽 都是有個大問題嘛 是 所以我想 要更加的這個努力啦 會 我最後還是說啦 就是 這國家這個是很辛苦啦 很辛苦啦 但是在兩岸關係有一個 至少是現在走得比較平順 能夠把我們的建交國給穩住 是 那希望下一步呢 能夠繼續的開拓啦 那這支出訪嘛 我想 連剛才蔡委員都承認說 能夠再莫買 下機 然後這個加油 這是個突破啦 當然她後來她又說 好像都沒有任何成就 一邊說突破 一邊說沒有成就 我就不太清楚 究竟這樣算不算突破 可是的確喔 有時候外交部 可以 該講的比較有信心的地方要講 要讓 這個國人分享你們外交的一些成就 當然這裡面有個難處 就是你剛剛講嘛 你受盡了這個 所謂突破這兩個字 之苦嘛 你一講突破 中共就有一個理由 去壓迫那個相關的國家 所以你怎麼現在對台灣 開始這樣子的 這麼多的善意 然後外交部就要被打壓了 這我也知道這是很兩難啦 我希望喔 我們這個路走下去 能夠繼續永遠的走下去 不是走一次或是走兩次 我的思考點在這裡 第二個 有關是不是突破 不是由我來講 由評論家 由委員來解釋說明 我的立場是這樣子 最重要是我跟這個國家 達成的協議 達成的負信 我要honor 我要commit 我的承諾 我必須要遵守我的承諾 雙方的負信能夠建立 以後的關係更容易推展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